所以有的人一辈子诵经 假如看不到心中有半点 那种力量 那种认知 那种回光时 你要忏悔 就是你自己在诵经之时 过去发心 当下因地心中还不争过 什么叫做因地心不争 你没发菩提心过 什么叫没发菩提心 有的时候说菩提心 大家就会觉得太抽象了 菩提心在哪里 菩提心在念念之间 向自己大绝体上去认 也就是真正明明白白念念之间 相信自己毕竟当成佛 毕竟能证到如实的决体 也就是法华经中的第一卷 最后那句话 自知当作佛 那自知当作佛 你要明白之时 就不是过去凡夫以为那种狂妄 我将来我也可以成佛 我将来就可以胜一胜了 我将来就是什么样的高人 他是知道原来将来 真正能证到如实的决心 叫自知当作佛 假如你真正明白 能够证到自己的根本 清明决体 那请问 你在潜在意识里面 你突然有一念认为说 我是什么高人 我得到什么秘籍 你当下就在这个高人 跟秘籍这一念现前时 你还知道 谁觉得这一念佛 你连决心都不知道 你还高人呢 你要是明白决心 你还会死在念头上吗 就像我常常讲的批语 你明白尽体之时 你还会死在尽色上面说话吗 所以你明白自知当作佛 那是什么 那是心中的老老实实 那是一个心者 从此以后愿意回光返照 那是从此以后 能够放下心底 过去凡夫的叶根 为什么他能放下 因为感受现前 他自知当作佛 就是在感受当前 你要明白决德的是谁 而且你会相信将来 你一定能够在一切感受当前 过去你认为是感受 过去你以为是一定流浪的 种种众生意感当前 你已经有信心 就在当下 你能够找到他 根本决心的所在 叫自知当作佛 所以你才知道法华经中 为什么讲成佛的法华 他就是告诉你 念念之间为每一个 不但是为行者 要向道的那念心受计 知道那就是成佛的根本 而且你要敢担当 每一个念头起初 你都要知道 他就是决体 你在每一个念头起初 知道是决体 就类似在每一个近色线前 你都知道原来是近体 当你总有一天 都知道都是近体 这个声音在你心中 想起了种种势力以后 想起了种种智慧 当前就在每一个近色 再现前处 你会发现 你就会安住在近体上 看尽一切近色 那个叫做有如是大势力 就会有如是 根本心中的根本八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